好,接下來我們看一下表單到底要怎麼做 那因為它是Google的附屬功能 所以各位要有Google的帳號 那請各位把那個客戶瀏覽器打開 打開之後呢,請你直接去到Google 那在Google的頁面裡面 它的上面這一條,有一個黑黑的 這條工具列 那請你在更多這裡點一下 這裡有個雲端硬碟 我們進到雲端硬碟裡面 那當然你要先登錄 然後進到雲端硬碟裡面呢 我們要新增表單是在這個地方 這裡面是你的文件夾 你的文件夾 那這是它的那個顯示的樣式 那假設我要先增加一個表單 那我就直接按新增 然後這裡有很多的Google的東西 那我們在這裡選表單 好,表單 那表單 表單最上頭 最上頭呢,它會讓你設定 這個就是說 這裡 如果你要讓大家都能填的話 那我們就這個不用勾 不用勾就是隨便有連結的人進來就能填 那如果你要填一次的話 那你就這個要打勾 這個打勾的話,它必須在Google登錄帳號之後 它才能去填這個表單 就是有登錄的人才能填 然後至於這個問 就是你如果是拿來出考卷的話 那它的題目是可以亂跳的 題目是可以亂跳的 隨機決定題目 然後這下方會顯示一個進度 好,那首先呢 一開始這個地方 就是你的問卷是什麼問卷 假設我們今天是這個演習的參加問卷好了 好,然後呢 它的題目有很多種類型 那比如說 我們先來一個請問姓名 好,那姓名的部分呢 因為是必填的 那請 好,這個地方就是 針對這個題目的一個說明 然後因為姓名它是文字 所以你這邊呢 就要選那個文字 單行文字 那可以看到它這裡有很多種類型 多行文字 單選 合取 下拉式 數字 格狀 日期跟時間 那所謂單行文字就是它會有一行的空格 然後你可以輸入任何的文字 那多行文字呢 就是你可以寫短文 寫一篇短文 所以通常那個建議啊 我們就用多行文字 或者簡答題 之類的 那單選題就是 就是只能選一個 就是你的眾多選項裡面 你只能選一個 那核取方塊呢 那核取方塊呢 就是可以選好幾個 就是多選 複選 那下拉式呢 就是你預先把所有的選項都做好 然後它就是用勾選的方式 用勾選的方式 那數字 那數字表示程度 這跟這個格狀 寫 可以檢視這兩個有點像 有點像 有點像那個 填研究所的報告 那個滿意 就是那個 程度 滿意 程度 到時 讓你勾選 然後 另外就是日期跟時間 所以你可以依照你的題目去選擇你要的格式 那你選好之後呢 它這個下面就會 提醒這個下面會做改變 那另外還會有那個進階的部分 你如果需要說怕人家資料打錯 你需要做一些驗證的話 可以自己在這邊設定規則 那通常我們很少做設定 好 那這裡有一個勾勾 如果這個是這一項是必須輸入的 你就要在這個地方打勾 那打勾之後 將來那個題目就會旁邊出現一個紅色的型號 所以這一題就是一定要回答才能送出去 這是一般問題的做法 然後這邊有一個編輯 所以你這個問題是可以隨時再編輯的 那你也可以複製 因為現在目前只有一題 所以我可以再複製一題 那這個是第一題就跑上來 那這是第二題 好 那好 那好 比如說 接下來我們比如說輸入你的行業 那假設它是一個就是單選題的話 那你這邊就可以直接用單選按鈕 那這邊你就要去增加你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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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假設呢 你是可能你會考慮的東西會有點漏掉 可能會有其他選項 那你就新增一個其他 那人家點這個地方的時候 它可以自己去 自己去打進去它是什麼東西 好 然後如果設定完成 那一把就按完成 好 這一題就做好 好 好 那麼假設呢 嗯 我們再新增一個題目 好 我直接可以直接用複製下一題 好 那這個我們來做一個 比如說多多 核取方塊 那在這個地方呢 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就是因為它是多選核取方塊 那所以這裡呢 就是多選題 它可以勾很多個勾的 那 所以呢 嗯 好 你就自己再把那個選項打進去 好 好 那不要的東西你就可以直接打叉把它拿掉 那也可以用其他 那不要其他 那不要其他就把它打叉 好 其他可以自己再剪 好 那我們再來做一題 好 那如果這個是非必要的呢 這裡有一個紅色信號 表示它是必選 必回答的 那如果你不要回答 這邊編輯可以重新再修改 你可以把這個必選 必點拿掉 好 這樣子它就修改好 這一題如果空的 它也可以送進去 好 好 那 我們隨便打 隨便打內容 好 比如說再來問一題 好 那這個應該就是我們會用那個數字表示程度 好 那就點一下 那點一下之後我可以用0 1到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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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1的標籤當然是最不容易 那10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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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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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2 1 2 1 1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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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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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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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然後呢 他就會分頁 然後再來 如果他這個圖片跟影片是新的 以前沒有這些東西 所以你也可以放照片 這樣就可以把影片關進去 完成 然後呢 可以加影片 那影片我就不傳 所以Youtube直接給還寫 所以他可以用影片來做你的問答題 用圖片用影片 所以他應該就是越來越多樣化 當你做好之後呢 做好之後 你就可以按 這邊最下面有一個傳送表單 傳送表單 那你也可以直接按查看表單 查看及時表單 那這個地方就會有產生一個連結 這個連結 你就把這個連結複製起來 複製起來然後寄給 或者是公告 你可以把它公告在你的學校的網站的某一個按鈕 或是直接用email把連結寄出去 這樣子就是一個做好的表單 好 各位試一下 各位試一下 來吧